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进入长阳 这里有最美的清晨 这里有被称为东方第一次客的土家族舞蹈 这里有为英子姐姐通过网络联通世界 在丹麦 西班牙 美国 7年筹集400多万注决金 资助1400多万注决大胜利的孩子 每个是你们家 远方的家 百级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30度中国行 第61集 宜昌 新疆好人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设计组 沿着长江的支流 青江进入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路上升起一片武器 但也恰恰是这些武器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我们这一路真的是太幸福了 每走一段以后风景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刚刚还在云雾当中穿过了那一小片云雾之后 你看天一下子就晴朗起来 但是这些薄薄的云雾还是覆盖在这个青江表面 这一片呢是叫青江跨廊 也许我们还没到它的景区 可是我觉得这一路我已经是行走在长江化中了 宝雾时起时落 引着我们驶入县城 长阳的县城就坐落在青江边 仿佛一切都是在梦幻中 可惜天色渐暗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住处 不过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个季节的清晨才是县城最美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雾气增藤的早晨 我们选择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个美丽的小城 现在我们应该在岸上人的风景当中 是正好在水云间 因为水面上薄薄的起了一层雾气 然后远处的山也是笼罩在这个薄薄的雾当中 看着就非常的美 而且这个青江水面上的 时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早锻炼的人 他们在这个时候来游泳 水是非常的清凉 而且岸上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太极拳散步的人 就觉得看到这座小城 觉得还朝气蓬勃的 特别的有意思 位于北纬三十度的长阳土家族四镇县 就处在青江的中下游 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土家族 青江水色清明石丈 也许正是这纯净的山河水 才运出悠久而灿烂的土家文化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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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锻炼身体是吗 水凉不凉啊 比较凉 比较凉啊 你在里面游多长时间了 最多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游个来回吗 有时候可以更远一点 是吗 每天都会来游吗 对 哇 身体肯定特棒 加油啊 加油 宝物在江水上流动 就像在青江的江面之上 飘着另一条河 又像一层白沙 像初来乍到的我们 轻轻拉开一窖 引着我们向前去找寻答案 长阳到底有多美 这里有被称为 东方第一次客的土家族舞蹈 这里有真正爱跳舞的人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三十度中国鞋 第六十一集 宝昌 青江好人 正在播出 小城的雾气散尽 我们也要出发 去拜访一位老者 因为他擅长一种 长阳很美的舞蹈 被称为 东方第一次客 接着我们走到的 这个长阳一线 是著名的歌舞街乡 所谓的舞呢 就是指在当地 非常流宿的一种八山舞 而这个八山舞呢 是从一种 叫沙耶尔河的舞蹈形式 发展过来的 奇怪就奇怪 在这个沙耶尔河呢 它在过去啊 是出现在一种 非常特殊的习俗和场合当中 今天呢 我就是来探访一位 八山舞的创始人 秦老师 有早啊 你好你好 我是长台 秦老师全名秦发曲 今年已经67岁 也许是因为跳舞的关系 看起来要年轻很多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哈 还可以 这个沙耶尔河 它最早的时候 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那个沙耶尔河呢 它是个俗称 它在我们的土甲山 这里叫做 也叫大山谷 也叫做跳山 在民间的俗称 沙耶尔河 为了让我们直观地了解 沙耶尔河 秦老师要先跳上一段 沙耶尔河 有专门的掌骨人 讲究边歌边舞 年近七十的秦老师 跟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比起来 毫不逊色 镜头十足 沙耶尔河 沙耶尔河 音乐高考欢快 歌词内容十分广泛 回忆民族起源 讲述民间故事 叙述父母养领之恩等 有时歌舞者看到什么 就唱什么 想到什么 就唱什么 沙耶尔河 沙耶尔河 舞步健美勇舞 除了园子生活 很多动作 是对飞琴走兽的模仿 沙耶尔河 沙耶尔河 温乐的沙耶尔河 其实是图家族人 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 轻松的舞蹈里 其实有一个坚韧的核心 恋心怀祖 这就是三仙儿 这是我们的 是唱兰曲用的 唱兰曲 对 唱兰曲 就是好像我是80年 在初期的时候 在乡下跟农民交叭上舞 这是您哈 对对对 我还在那教八相舞 那很早 然后几十年 那就是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 这个医生室九中 里面跟他们搞 讲八相舞 这下面做的 都是孩子们 对 都是同学的老师 他们也学 对 数词下降 跟老艺人学习 让秦老师 认识到 沙耶尔河的艺术价值 当时 从民间舞蹈 发展起来的 北方大央歌 蜂蜜全国 他伸手起发 决心把沙耶尔河 改变成 像秧歌那样的 群众向舞蹈 起名 八三舞 第二个是 具有一定的 对对对 我这个第二套 就是我的第一个 第一节 是绿水当舟 第二个 青龙白尾 第三节是 喜群烙美 第四节是 鱼歌唱完 还有这个四节 不同的这个境界 是吧 对 他还把动作 进行分解 编辑成册 并与舞者 模仿学习 我推广的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整个的 我把前面的 这个第一套的 整个单体动作 把它都 弄出来 放节化了 是吧 单体动作 一个动作分解 我挑一段 一个名片 挑一段 我八三五的 喜鹊正式 你看了以后的 但是我这个 基本风格特点的 它是源于 那个 萨叶河里面 但是 谁也说不出 它到底是 萨叶河里 哪一段 他都不知道 秦老师 对八三五 进行了不断的 调整改变 丢掉了三味 动作在保持 撒叶河元素的 基础上 变得更自然 更优美 真好看 它是抓人跳的 应该用你跳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看得出来 那个步伐有前有后 肯定是互动的 它这个颤动 这都是源于 那个萨叶河里面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 秦老师还把八三五 从单纯的艺术舞蹈 转向全民健身舞 我举个很简单的意思 一半边叶 就是那个八三五的半边叶 这套我来说明问题 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从文艺 那个角度上讲的 它是这样跳的 它是这样跳的 这是文艺的 我是发生过 像舞蹈 在神的同样的音乐 同样的节奏 动力不变 简单化的 刚才就说 加强了扭腰运动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他就说的 就是简单化 别人学起来好学一些 而且的确就是 那个操的感觉重一些 他就跟不一样 2001年 八三五获得中国第十届群星奖金奖 2001年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将八三五作为体育健身广场舞蹈 向全国推广 在青江边的广场上 每天的傍晚 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都会聚在这里跳起八三五 秦老师 这么多人在这跳舞 他们跳的都是那个八三五吗 这是八三五 而且是现在最新编的那套第二套健身的八三五 你们这个是每天都会过来跳吗 完全自发的 这里面好像男同志不多 然后您觉得这个舞蹈适合男同志跳吗 好像很多都是那个女性舞蹈的动作呀 啊 因为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哈 不过我从你这一头汗就看得出来 的确给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 还要接着跳是吗 哦 在那里面 人啊就是年龄非常的 跨度很大 然后有一些是阿姨 有一些是大姐 甚至还有一些我看有些年年奶奶也在那边 那里面是小朋友 你看 现在是人情当中 那里是小朋友 然后那边还有老爷爷 每天在广场上看到这么多人 跳着自己一边的舞蹈 来自土家族的舞蹈 是秦老师最开心的事 当众多外来娱乐性舞蹈 风靡一时之际 来自崇山峻岭的土家族人 自己的巴上舞 却占据了这么多人的心 目前全中国的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跃动的巴上舞 从独特的民族舞蹈 到全民的建设舞蹈 徜徉巴上舞 赋予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新的生命 迎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我们赶往大雁乡 中加湾村 因为那里有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 长阳人一致 与我们同行的是 长阳博物馆的馆长 罗建平 到了 我们今天上午从长阳县城出发 途经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 然后经历了各种天气 路途很艰难 目的就是要到这个地方 来看这个长阳人化石产地 这是在北北三十度线上 第一个出现古人类遗址的地方 到这里以后其实发现 好像也挺普通的 就一块石碑 就有两个洞口 然后上面长着餐天古树 很安静 但是这个地方的遗址发现 却证明了长江流域 是人类远古文明的 一个重要发祥地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摇篮 可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长阳人遗址 是在1956年发现的 两边的山洞 就是挖掘出化石的地方 你看现在还没有走进去 就看那个缝口 好像有一些白白的雾气飘出来 显得还有几层仙气似的 还是里面有水气是吗 当时就是在这里面 发现了人类的化石 长阳人的化石 在这里都中发现了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很滑 整两步 好 这个里面湿气很大 对 但是我在这的时候 就感觉到 就是有非常阴凉的空气 万万一种 嗯 这是1957年 这个中科院的院士 甲南坡 所以在这里主持发掘了 当时出发了一枚 就是那个 韩养人的上额骨 和附带两门牙齿 这个经过 北京大学的又发鉴定 它的19.5万年的时间 它始于这个晚 就是 该心是早期 19万五千年了 是吗 距今约19.5万年的 远古人类 长阳人 基于原人 和现代人之间 是世界人类进化发展 于古人阶段的 典型代表 在长阳的这一发现 进一步否定了 中华文明 西来说 那边还有一个洞 是吗 这边这个洞 主要是处到 半生的有40多种洞 我看这儿有一个杯 因为是 贾先生 一个亲密 跟我们提到一个 是 他说 长阳人不可能单独存在 附近还会有更多的材料 应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 这个是类似于像 写在一个工作调查报告上的 一个批语 这样的东西 这是1984年写的 跟着它 我们也经常当地调查 这个附近还有20多个材料 这个洞 看上去也很小 因为刚刚我们在路上 也是下了一场 特别大的暴雨了 所以这上面 有滴滴答答的雨滴 然后里面看上去 可以走进去吗 可以 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 对 下面有很多淤泥啊 但是这儿就已经到头了 是吗 虽然长阳人移植 现在只是两座小小的山洞 但远方的家北纬30度 中国型设置组站在这里 对于我们就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代表着北纬30度 悠久的文明历史 也是这条纬线上 标志性的神奇一点 这里有位英字姐姐 通过网络连通世界 7年筹集400多万助学金 资助1400多名大胜利的孩子 他把虚拟的网络世界 变成汇聚爱心的美丽地球村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30度中国型 第61集 宜昌 新疆好人 正在播出 在长阳 有一位助学楷模 刚刚当选 中国共产党第18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他就是英字姐姐 不过他的助学方式 与众不同 网络助学 简单的说 就是通过网络抽集来自世界各地 网友的助学金 送到需要救助的学生手里 英字姐姐是网友对她的称呼 她本名叫刘发英 是一位小学教师 她做网络助学 起初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去年长阳县政府 专门为她配置礼监办公室 2010年 英字姐姐有了自己的助学网站 像我这个网站上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三块 是我负责的 在那这一块 是我负责 爱心公司 就所有的 经你们手的这些账目 都会 都全部都有公开 对 在每个学生的资料后面 也都有打开 刚我出门了几天 几天 刚刚我网站后面的留言 对 看一下 他这上面是给你留言说 今天下午已经 在香港转账了这么多钱 对对对 那这五谁 嗯 然后请你查收 对 这是他家的背景 都必须能让他 许致瑶瑶广工 一千五百块钱 这个是你已经收到了 所以就把他这些 要写上去 对 我只是还没有给他回起 对对对 就是今天要发放 申请助学的 马玉东 马玉东 好在这 周平 你是紫规的 你刚才喜气洋洋 这是他留给我的 他的地址 然后他的电话 这是通过工行 这是7月23号 这是昨天的汇款 除了网站 英子姐姐助学的工具 还有QQ微博 每天他都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 在网络上 对于他来说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容不得半点 差错和懈怠 英子姐姐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真的能把大山里的孩子们 跟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 这个在荷兰 这是方业华 荷兰的 荷兰的 这个在丹麦 这个在西班牙 美国 苏兰 还有德国的 那我们就在网上聊 就通过网 这个里面有多少人 爱心人士 是这么多吗 六百五十七个 不只 九百多 因为有的蜘蛛人 他没有 他没有最好 每天 英子姐姐都在微博里 发布爱心公示 向网友实时公开 每一笔款项的详细信息 截止到2012年8月 英子姐姐已通过网络 从世界各地 募集助学金 四百二十九万 资助学生 一千四百多名 除了从网络上 募集助学款 英子姐姐还有一个 重要的工作内容 就是及时把这些钱 送到大山里的孩子们手里 就是说可以供他读到高中二连级 他现在几年级啊 现在初中二连级 这次获得助学金的学生 叫林天晓 他的家在摩世镇花脚村 从县城车行要一个小时 对于英子姐姐来说 这个距离并不远 有的学生家要坐车坐船 加上步行爬山 赶一天的路 哪个是你们家呀 这个 那门口的是奶奶是吗 嗯 哎呦 你们好 你们好 奶奶好 这是爸爸是不是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天晓的爸爸双腿瘫 天晓的妈妈因为白血病 去年刚刚去世 我们上一次餐厅的时候 咱们跟这儿弄个 还没弄短不大 没有 还没有吧 来来 刚走向 天晓就骄傲地拿出了 他的成绩单 给英子姐姐看 语文是满分120吗 语文107 数学104 英语106 语文总分是80 哦 总分80 你考76分 哦 很高啊 班级排名第一 年级排名第七 哦 真不错 哎呀 你们班有多少个人啊 61个 全全年级呢 哦 250吧 哇 那你考全班第一 全年级第七 真不错啊 让你个成绩抽一下 嗯 你知道谁资助你吗 知道 是谁 呃 有一个 一位是你的叔叔 还有遗伤的余阿姨 嗯 还有深圳的黄阿姨 嗯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还有一些 哦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他特别 就是说 就是说家庭情况 很特殊的 我们这么多对姨 哦 嗯 还有个叔叔给你带来一封信 来你念一下 那一信好不好 嗯 天晓妹妹 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 很抱歉 现在才给你回信 希望你能原谅 在信中得知 你妈妈离去的消息 我心里觉得很难过 我知道此时时刻 你一定也很悲伤 不过天晓 你要坚强起来 因为你慢慢长大了 虽然妈妈不能再 陪伴在你左右 但是每一位妈妈 都是最同爱自己的儿女的 所以你妈妈 肯定希望自己的女儿 以后能够在学习上 更加认真 在生活上更加总视 在以后 叔叔会继续支持你 帮助你 希望你能够继续 自己的学业 好好学习 如果有空 叔叔还会写信给你 如果有机会 叔叔还会过去探望你 希望能跟你聊天 谈学习 谈人生 这是个林叔叔 嗯 这个林叔叔是哪里的 武汉的 武汉的 嗯 因此姐姐有详细的账本 记录每一笔助学金的 各方面信息 林天下 好 这个就是 这个 这是我给你的 就是 宜昌的那个网友 那个余阿姨 她给你资助了两千 她早上给我留言 她叫我 她说你蛮懂事 叫我要告诉 跟你说 让你好好学习 她已经会继续支持你的 受资助人的委托 因此姐姐把助学金 定期的发放给天晓 每一学期两千元 对天晓这样的资助 已经持续了五年 资助人和不资助的学生 直接沟通 一对一的模式 是因此姐姐一直坚持的原则 谢谢 谢谢 这场能不能带我看一下 你住的地方 好 嗯 你平时是在这儿写作业吗 嗯 这是暑假作业 暑假作业 嗯 那这是你的玩具吗 这是同学送的一个存钱罐 哦 存钱罐啊 嗯 还有货 这里还有货 什么东西 硬币吧 嗯 是硬币 有几个 行恋攻击力 嗯 这你平时是自己住着还是 一个人睡的 一个人睡 嗯 这上面贴的这个刘亦菲的照片 你是喜欢它吗 嗯 这就是哥哥买饭 哦 哥哥买 哥哥喜欢它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啦 这边也来给哪里 这边边看着很新鲜 很新鲜包子 很香哈 这个是什么 午饭还是晚饭 不是的 这是给你 这是看见 给我们准备了 哈哈哈哈 谢谢 这是算零食 这是甜蜜的 刚 嗯 刚刚摘了 嗯 然后这个后面 这后面是我们的太远 嗯 嗯 喂的有好 28只鸡 哦 28只鸡 这是小动物园 哈哈哈哈 嗯 怎么吃你教我 嗯 这个都把这个叶子一拔开 又可以吃 哦 辣椒 哦 这就甜你的 哈哈哈哈 真好吃 哈哈哈哈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 甜甜 好吃 你不吃啊 爸爸打个招呼 走了 嗯 我买这屋的 你买这屋的 你买这屋的 那是我们已经起床了 我买这屋的 我买这屋的 你买这屋的 你买这屋的 嗯 没有啊 他现在就吃这个 嗯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没有啊 您进去吧啊 嗯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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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来了 你不来了 嗯 别来了 谢谢 对不起啊 一定会的啊 嗯 会跟你联系的 拜拜 嗯 英子姐姐姐 如何在虚拟的 网络世界 获得信任 筹集四百多万助学金 她走过的是 怎样的 网络助学之路 远方的家 百级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三十度中国行 第六十一集 宜昌 青江讨人 正在播出 一九九一年 师范学校毕业的英子姐姐 来到长阳 最拼僻的黄板山 陈家平小学工作 一干就是十八年 山里的贫穷 和孩子对读书的渴望 深深刺痛的叹心 其实一直到七年前 英子姐姐对网络 还是一窍不通 当时一个叫做 新之旅的助学网站 资助了她所在学校的 两名学生 这让她一下感受到了 网络的神奇 才开始学着 把一些贫困学生的信息 发布到网上 这这么厚的一些资料 都是您这些年做这个 圈主 然后积累起来的 对对 有些是孩子们的登记表 是吧 登记的签字表 再有学生的资料 再有学生写个资助人的信 还有资助人写个学生的信 这个是 这个是香港道路会的 捐款的三项资料 这是4月5号给我回来的 然后回来了以后呢 我们是按照我们网站上的标准 你看它一定学期的嘛 我们就把25个学生的 25份资料 再呢 就是25个学生的 25份感谢信 再呢 就是25个学生的签字表 然后我就把它扫描了以后 就通过邮箱 发给了它 把被资助孩子的所有信息 反馈给资助人 是英子姐姐 每次都必须做的事情 不管资料多么复杂 搜集多么困难 他就说 我做的就是说 很扎实 他蛮 就说他蛮 蛮佩服 他想继续帮助 然后他说看到我网站上呢 有一个白雪凌孩子 要给他求救 这个叫田仙城 对 他说我愿意个人出资5万元 但是呢 我有一个条件 他这5万元呢 必须有阁下 亲自监管 就他每次呢 每化疗一次到我这里来 他就会把 把一些医药费的单据 就带到我这里来 然后呢 我就会把他拍下来 再来给那个孩子 嗯 就是拍照片 再呢 他爸爸的感谢信 这些呢 我都把情况 他报效了多少 还剩多少 这些所有的情况 都又写信 又发给香港道整会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其实在很多资助的过程中 你们都有做这些 就是孩子的一些回馈信息 这些是你们自发要做的 还是说捐助人 他们要求的 是我们自发做的 像香港道德会的 他没有任何要求 他只需要把钱送给学生就行了 但是我们觉得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尤其是25个孩子 其实他的资料搜集 反馈信息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那25个孩子 他在省内的各所学校都有 所以他们把信写好了 以后要寄到我学校 然后我要把信拆开 然后扫描 扫描了以后发过去 确实蛮麻烦 但是呢 我们觉得啊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中间人既然是一对一 就一定要让学生 以资助人保持联系 无论那个资助人 他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 也是对他们的影像的一个交代 对 就是这数不清的一张张单据 照片 信件 让英子姐姐在网络世界里 赢得了信任 后来他看到我网上啊 就是说不断的有资料的更新 他又 9月份的时候 他又汇款5万块钱 要我帮他资助 贫困学生 在今年的4月份 他又寄了2万9千元 资助他的第一批学生 而且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 给我 寄了一副对联 说在过年以前 就再资助30万元 七年来 900多位网友就是这样 被英子姐姐助学的透明度 细致程度所折服和感动 求得金钱行道义 愿为贫困 作乎伤害 在你剧院里面很小 在900多位爱心网友里 有大约40位来自海外 他们分布在全世界的十多个国家 我们联系到了身在韩国的 山东及华侨冯冠军 决定通过网络 跟他进行视频对话 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连线 然后是要联系 韩国的一个叫冯冠军 冯冠军你好 你好 听得见吗 你能不能说一下话 我在说 我现在听见了 我看见你打的了 就是你是在韩国昌元是吗 那你 冯冠军像很多网友一样 起初 那时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是想知道 就是你是在韩国吗 就是感觉上 离他应该是更远一些 那你们之间这个信任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首先会会有一个鼓励 对于说 那么经常就是 我决 把他打过去 呃 生的真的 也就是姐姐这方面 应该也做得比较到位 就是说呢 把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一个真实的 工作单位呀 呃 电话呀 联系方式 我觉得我可以 庞实性的 资助这两个人 然后呢 大幅化 对吧 那当然 我也非常关注 那么是不是第二天 或者当时就能把 我打算 资助每个同学的信息 放飞出来了 那么结果我发现 在这里 所以呢 我就是一个厂 很大成功 相信 对 这是第一个阶段 当然随着第二个阶段 你说 想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 我打过去的 反正 你在网上公布了 那么会不会 打到 这个 学生的账户上 或者说 会不会交到 学生的 手里 所以有些另外的 为了打消 资助人的顾虑 英子姐姐 让被资助的学生 与冯冠军 在网上去的 直接联系 并在冯冠军 回国度假的时候 安排他们见面 此后 冯冠军又长期 资助了四名学生 他不但向韩国的朋友 推荐 还通过网络 向世界各国的网友 介绍英子姐姐 助学的情况 所以我也这样 跟他们说 加入到我们 你来吧 你会活得这么快 谢谢你 谢谢 我相信以后 肯定你也会带走 越来越多 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 谢谢你 吴冠军 在英子姐姐家里 我们正好遇到一位 助学志愿者 来跟她核实信息 2010年 英子姐姐助学团队成立 到目前为止 共有32名志愿者 帮助英子姐姐走访学生 发放助学金 助学志愿者 同英子姐姐一样 到大山里的各个村庄 走访学生 费用全部自己承担 虽然有团队的帮助 但很多环节 英子姐姐还是必须 亲力亲为 真正能帮她处理的 只有丈夫 秦守龙 秦守龙也是一位教师 可以说 她是英子姐姐 最早的志愿者 我做得不错 她做得多 你听这个声音 是不是 这个应该很咸识 你听这些菜的声音 哒哒哒哒哒哒 看我们家 家务者是谁 家务者是她做的 也是 也是老师是吧 家务啊 管儿子啊 都是她 做儿子读书 初中高中 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婚 是吗 没有接过他一次 没有送过他一次 他也习惯了 他有时候 比如说自己的衣服破了 他不是直接拿给我 他直接拿给他的爸爸 从根本不了解网络 都变成影响上千贫困学生的网络助学人 英子姐姐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每一天都好像那个鞋子绷得蛮紧 因为毕竟是与前有关的事吗 所以每一天你都必须对仗 所以不能够出现差 因为这是纯粹的一对一的资助 每个月 英子姐姐都要自讨腰包 五百多元 用于助学的各线材质 这对于长阳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所有的志愿者也是完全自分 那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细腻一部分资金来帮助你这个团队 我相信你肯定想过 然后没有这样实施 这中间的顾虑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的一对一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就是说他这里的声音少 那如果说我能够接受社会捐助的话 虽然你现在有一个团队 但是肯定 因为对前的事人都很敏感 所以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还是有点担心 虽然有压力有委屈 甚至想放弃 但英子姐姐还是坚持往下走 她说除了责任 还因为自己每天都被感动着 通过我在网上 就是说给她连续资助人 看到那些学生领了资助款 他们能够高高兴向上学 再看到他们考上大学 拿着通知书来向我报喜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发的感情 打了电话叫我妈妈 叫我姐姐 叫我老师的时候 就觉得蛮幸福 在那天天在网上度过 那些资助人 他和你数不相似 他们经常在网上也鼓励我 比如说每天晚上 如果一到十一点钟 我一般的就会隐身了 你不能够就是在线状态 很多的网友就会说 英子 他说你该下线了 他说你知道 他说你知道 你的身体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 昨天都还有人说 他说你的身体关系到 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 关系到那么多的孩子 他说你不能够贪恋了自己 当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轻点鼠标 将一笔笔上款 传递给大圣礼的孩子时 世界真的因为网络 变得很小很小 仅在一颗心 到另一颗心之间